戴上安全帽身穿反光背心 台北市長柯文哲 首次走進機場捷運A1車站 難怪本性又當起抓錯大對照 跳錯是我的專長 我就看到那個有問題 不過我今天 我今天不是來驗收的 沒有你們記者 我自己來亂換換 換一個鐘頭 我一定可以列清單 碍於時間只能走馬看花 但這全國唯一一座六鐵交匯車站 硬體表現 柯市長擋了高分 跳高十樓設計搭配階梯式的竹林裝飾 在月台等車抬頭就可以看到外面天空 另外更貼心的服務 莫過於預辦登機 旅客可直接在捷運站拖運行李 這是要算什麼 都不對啊 所以主要是進來一定要去 航空站捷運 我寄行李不一定 我一定要坐捷運才可以 但是他有可能是寄行李辦了 他又溜出去玩 溜出去 等一下再進來 再去做客運 所以那個地方好像位置不太對 未來從台北車站到桃園機場 只要35分 北北桃生活圈連結更密集 松山機場角色恐怕會被取代 成功以後 當然要先試營運 不過我想如果桃園機場可以解決的話 我們松山機場就可以反過去了 機場捷運預計7月就能完成裝修工程 接下來高鐵陶傑公司 將進行整合測試 一切準備就緒 力拼年底通車 記者黃民參與方SN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